全球金融稳定事关世界经济复苏发展成效和各国共同利益 需要各方共同维护 当前国际金融风险突出 同美国等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激进调整密切相关 国际各方普遍认为 美国经济金融政策已成为全球金融稳定的最大挑战 美联储去年以来激进加息 大幅推高了金融全球融资成本 加剧国际资本无序流动 这不仅导致美欧一些银行破产或被收购 也加重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困难 不利于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和全球共同发展 有关研究显示 全球债务负担浇重国家近一半的债务 来自发达国家的商业债权人 去年以来 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率水平走高 显著加重了这些国家的偿债负担 让他们陷入偿债的恶性循环 面临债务违约的突出风险 我们敦促美国等发达国家 审慎评估自身经济金融政策的外溢影响 及时稳定市场预期 避免对全球金融稳定造成恶行冲击 同时我们呼吁发达国家 倾听广大发展中国家真实新生和紧迫需要 为面临困难的国家提供真金白银的帮助 停止口汇而实不至和向他人推责 切实承担起维护全球金融稳定 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应尽义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